实际上在娱乐圈中也有很多模范夫妻的典范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么谢娜和张杰这一对从来就没有少受到过大家的关注 刚在一起的时候大伙关心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 等到2011年的9月份结了婚以后 大家又开始关心了 什么时候生娃呢 两年多来谢娜几乎就是从被怀孕和搞错了当中度过的 这不今天谢娜又有可能孕上了 而为了核实事情的真假 我们的记者还跟颇解斗上了 谢娜已怀孕朋友圈刷屏了 6月12日凌晨 某知名博主爆料谢娜已经怀孕 并称自己朋友圈已被谢娜运事刷屏 一时间有关谢娜怀孕的新闻 占据了各大娱乐板块头条 而谢娜本人也在出席某宣传活动时 就真假运事展开了激烈攻防战 有没有好消息跟我们宣布有没有啊 因为我今天是来为肖金藤来站台的 然后就谢谢大家 第一回和谢娜面带微笑 用一旁肖敬藤将问题全部挡下了 不过记者也是有备而来 微博传闻你不回应 那4月中旬你和张杰被拍到和何炯一起在看房 十余天后张杰又被拍到现身房屋登记处 将一套150余平方米的学区房登入名下 你又怎么说 那都是新闻一条都是谣言的 一句谣言就将记者辛苦跟拍的视频全部划为无误 这思量不千金 破解可是练得出神入化 不过记者还有疑问 这两日谢娜你在微博晒出的照片 怎么尽是些衣着宽松 脚踩跑鞋的打扮 只见谢娜微微一笑 摆好泡子 于是三回合下来 记者全败 不知是不是受到武侠小说中 高人离开都要留居化的作风影响 破解也给我们撂下了这么一句 所有的这些我都在前几天发了一个微博 就是回答过 这个问题我们回去看微博 于是一众记者回去翻看现代微博 终于发现在6月7日 他转发过这么一篇文字采访 其实我们就是很简单 好好享受一段谈恋爱的日子 享受一段婚后小两口的日子 以后有孩子了 再享受有孩子的日子 慢慢来 节奏别太快了 谢娜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北漂十几年 直到婚后才终于有种安定下来的感觉 只是希望大家别太催 而有媒体表示 也联系到了张杰的经纪人 对方没有对谢娜怀孕一事 直接做出正面回应 只是表示谢娜现在还在录制节目 接下来她和张杰的工作行程也是满当 看来这运势又难说了 只是希望婆姐和婆姐夫 别让我们等得太心焦了 新闻再现 北京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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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